還蠻OK的 應該是說 對 它的資料庫這方面非常的多 因為它背後有一個很大的金主就是微軟公司 微軟公司其實它有把一個叫Github的一個龐大的城市的資料庫買下來 然後呢 基本上我猜它應該就是把它加到這裡面 讓它可以很方便去找到 對 那些Github裡面就是很多資深工程師或者這方面專家寫出來的程式 那當然我是建議啦 你要找這個很簡單啦 你就打個GPD 或者CHARGPD也可以啦 第一個就是啦 關鍵字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你就是點擊 這個目前最新版是GPD4嘛 然後呢 你就是點那個Login就可以了 然後Login的話呢 我是建議啦 你先登錄Google帳號 為什麼會最快 因為我發現它那個其他的方式好像都比較麻煩 對 因為之前我本來是用那個Email登錄 可是每次它驗證驗證好麻煩 我剛剛用Google 那你進來之後第一個你就選CHARGPD 因為它有三個嘛 然後你就選第一個就OK 那進來它就會看到那個畫面了就像這樣 你如果要問它問題 你就是直接在這邊打就可以 或者是你新增一個對話 那就是左上條這邊有一個NewChart 它就可以給它問題 它就給你答案了 我覺得問了很多東西 它其實最近發現其實都滿OK 因為我有開一個課 就是專門教如何用CHARGPD寫程式 那我剛開始我不抱希望啦 不過後來發現 哇 比我預期的還要好很多 OK 不過那個課程是專門針對Python的 就是Python的那個程式的 不是VBA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VBA是不是也一樣 對 後來發現好像似乎也都沒問題 OK 待會我們可以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先 如果假設你還沒玩過CHARGPD的同學 你可以先試試看 OK 如果Login之後 他問你說你要怎麼登錄 那我建議你先登錄Google帳號 然後你再用Google Login 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那問題傳給他 你說老師上面都英文 要不要打英文 不用啦 中文我發現他也聽得懂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你還是要懂得怎麼樣問他問題 我發現很多人不會問耶 對 因為你不會問最後給你的答案當然也不對 但是也不需要說特別 好像一定要怎麼問他才會是對的 所以我待會示範一下我的心得 因為我也常常在問他 當然我本來會問他一些跟人有關的 我後來不問了 因為我覺得他回答得太差了 比我自己想的還要爛 那我幹嘛 浪費我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厲害是跟那個程式這方面 真的蠻在行的 基本上就是 其他我還有其實還有很多啦 可能像之前好像有說法律方面的 比如說你有一些訴訟啊 你想要知道 到底怎麼樣比較好 那你其實 其實上次新聞比如說 美國有一個律師用他的 結果後來被抓包 裡面案例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然後他就 反正那新聞蠻大的 OK 不過我另外一個新聞是說 他去考那個什麼 因為律師執照就通過了 他可能用歷史圖 他可能 他裡面有很 可能是歷史考題 那他那個是去訴訟拿了一些不對的案例 所以他還是有 但因為他出來的時間很短 大概只有兩年吧 去年才推出的 所以你會發現他其實等於是 算是很菜的啦 但是這麼菜還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不錯啦 那可以期待 如果他在三五年 在十年之後 那還得了 那真的很難想像 OK 所以這個也許 延伸性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你說這能做什麼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 我們最後好像是講到有一題嘛 就是那個叫 產線人員的那個 之和嘛 有沒有 這個後面就這一題嘛 那我有講到用萬用智原 那這個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不懂萬用智原 那將來會找不到資料 為什麼 因為不可能說完全一模一樣嘛 就像說 我有舉一個例子 我們要把那個什麼 部門裡面是產線 那可能有1、2、3、4、5、6、7 可能很多個產線 那當然 你要加總的是 產線開頭這兩個字 有的話那就算是對的 那如果沒有 那就表示不是這個部門 那我希望 如果有的部門幫我加總 那以前怎麼辦 以前就很麻煩 以前你要加總 就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呢上個禮拜還記得吧 我們用那個sumif 那這個sumif跟conif 蠻類似的 上面的部分是一樣的 也就是哪個範圍的哪個條件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幾乎一樣 那多一個就是你要加總哪一個範圍 也就是上面條件 如果為true的時候 才去加總下面的那個 所以喔 條件應該是A喔 所以這個range 指的是這個A 那這個sumrange指的是C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很多人很容易混淆 有沒有 到底 這個也是range 這個也是range 到底哪一個才是 指的是哪一個 其實 我的技法是這樣 我是把這兩個當一組 也就是這個 跟這個是一對的喔 那條件指的是這個範圍的條件喔 跟下面無關喔 那下面的是什麼 就是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加起來 OK 如果它為force的話 就不加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如果你記得起來 這個非常好用 因為其實喔 那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加總其實概念也是sumif 只是說 換個地方呈現而已 OK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 條件部分本來我們是 輸入什麼 就是輸入產線嘛 那如果說你要外用資源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前後加信號 這樣就OK了 那還有問號啦 問號是幾個字的 不過一般用比較多還是信號 那再來喔 還有一個啦 這個等號要不要加 其實我試過好像 可加可不加 但是我記得喔 舊的版本好像一定要加耶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新的版本關係 我記得以前好像不加會出錯 但是新的版本好像 不加這個等號也不會出錯 所以我建議你這個可能要記 就是最好是記一下有等號這個 我印象中之前好像在舊的版本 沒有這個等號 它是會出錯的 所以我建議你就是如果要相容性的話 還是記這個有等號的 那因為有等號比較容易出錯 為什麼 因為同學常常講說 老師這邊上面有個等號 這邊這邊有個等號 這樣感覺好怪喔 沒辦法 這是它的規則 反正規則你就是理解它 然後稍微熟記它 那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我建議你就是將來放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很快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你的筆記有沒有 那我的習慣是我放在雲端上 因為我的手機本身就可以連雲端了 然後我一打開 我假設我以前上過課 或者我做過的事 我就可以打開 我可以看得到了 不然的話說真的啦 你哪有可能要記那麼多 而且有時候東西少用 或者很久沒用 一定會忘記的 OK 不要說很久沒用啦 哪怕只是幾天沒有用 我看你應該 或者上個禮拜 我看很多人應該都忘記了 如果來考試 大家應該很難啦 OK 所以有什麼方法 可以確保說你學過了 然後以後要用到 又可以找得到答案的 找到參考 那這個方法 我想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自己找一個方法 那千萬不要太相信你的記憶力 OK 因為沒有人會記得說你曾經學過 哪怕只是不久前做過的事情都忘記了 所以我還蠻常做一件事情 我會寫memo給未來的我 我常常在電腦裡面看到給未來的我 然後memo一下我就把它打開 就是我現在我要告訴我未來 可能東西我會忘記 所以我把它打開 然後告訴我未來該怎麼做 真的我在那個我的資料夾我打開 給未來的我 未來 這我有寫過嗎 真的我忘記了 我一打開 原來過去的我告訴現在的我 有一些事情我一定要記得的 我把它打開 所以我常常 是不是我還在接融 繼續在寫下給未來的我 OK 好了 這個只是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養成的話 至少就是讓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至少不會太混亂 因為我可能是屬於那種比較 不喜歡太混亂的人 簡單 很簡單的人 反正我就會有